慎中追远怀思感恩 吉安乡公所25号上午在慈云山怀恩堂前 举办了110年度的清明节祈福护林普渡法会 乡长游淑珍带领着公所科室主管 多位的乡民代表还有村长们 在庄严隆重的祭祇典礼当中 全村缅怀仙人并且祈求乡运昌龙建设圆满乡亲平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稳定 吉安乡公所配合防疫措施 避免人群聚集 今年清明节不扩大对外公布法会时间 也不为请家属一起来参拜 改由吉安乡公所团队 吉安乡民代表各层村长 随着法师全神进行法会祭祇 感恩仙人也为全民来祈福 吉安乡圣中追缘我们清明祈福活动 感谢我们所有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代表们 跟我们的乡公所的团队 一起来礼敬 一起来祈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特别的告知我们的家属们 而且也进行了吉安乡公所分流祭拜 让我们的乡亲可以随时都来这里 慎重追缘 中午的时间也开放给大家 但是我们缅怀感恩的心意不变 我们的法会祈福也依然的隆重 只是没有广发我们的通知 让大家一起来随行参拜 所以今天透过我们的代表们 村长们跟我们乡公所的团队 来作为一个非常隆重的祭祀祭祇 村云山淮恩堂每天的祭拜时间 上午8点到下午5点 中午和假日都不休息 设置了祭祀桌台 搭设帐篷 还有周边的环境维护 让民众可以自行规划分流祭祖 减少人群的接触 以防范疫情扩散 同时乡公所也安排了 法会制作网路线上直播 让民众在家也能够透过画面 来参与祭拜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